可说真实的佛法已现前 所以称为现前帝 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各位想知识刚才这个道理说完了 那在后边一段文没有说到 就是正文的后边 上二界四地下 一皆如一界 直于美地下 处称时 故一界各有二十八 就是三界有二十八了 二界合为五十六 三界二十八 五十界二十八 合并起来就是五十六 并前三十二 并且前面一界有三十二 合为八十八十一 合并起来就是建货八十八十 建货八十八十的这个世教医的中文 就到这里说完了 那么后边呢 就是说这个私货 私货有八十一平 看入正文 二 明私货者 有八十一平 私货就是修货 表里面写着修货 修货就是私货 私货有八十一平 怎么样子会成为八十一平呢 因为他也是配合三界的 一界合并为一类 就是啊 为一地 就是九平 一界合并起来 啊 唯一唯一个啊 五去杂居地 简称就是五去地 看着对照那个第三表 那个表上第三 第三个表啊 就是私货的表 对照这个表啊 九九八十一平 就可以分得清楚的 一界 这都是一位居舍 啊 就是小圣友宗所说的 根本烦恼 三界内的根本烦恼 就是贪嗔之慢 啊 以贪嗔之慢 为根本烦恼 不像唯一世家说 有六种啊 这里只说四种 贪嗔之慢 呃 这属于私货 呃 现在是站在藏教的立场 只能这样讲啊 假如 要进一步 讲这个唯一世的道理 那么另外去研究 这里只是站在藏教 啊 就是一居舍的教义来说明 那么下面就是把这个八十一平的分类啊 对照九地 来一居配合 为三界分为九地 呃 怎么样子三界为九地呢 一界何为一地 就是五去杂居地 啊 那个九地的美目啊 表上有 看着表啊 第三个表啊 有这个九地 啊 一界 就五去地 是简称 详细啊 就是五去杂居地 杂 复杂的杂 居 居是居住的居 就是欲界里面啊 地狱恶鬼出生 天跟人 这五去都有 五道众生都有 那么欧修罗合并在里面 啊 欧修罗啊 就把它合并在这个鬼道 出生道 人道 天道 里面都有 这个前面讲六道的时候 说过了 所以欲界叫做五去杂居地 欲界里面这个五去众生 都有 啊 世界以上啊 只有天人了 只有天人啊 那么只站在天人的立场讲 因为这是讲的禅定功夫 啊 所以是只说这个人 那么世界以上啊 呃 世界有四地 啊 所以 呃 四禅 四定 为八 为八 共为九地 四禅 就是世界 世界四禅天 有四地 啊 五世界四空天 有四种空定 四定就指五世界四种空定 有啊 叫做离山喜乐地 离 远离欲界 他已经离开欲界 没有欲界的那种的五欲的烦恼 啊 生到 世界四禅天 那么他的境界很熟盛 啊 很欢喜很快乐 所以 修四禅的人成就了 生到四禅天 啊 那么远离欲界 啊 生到四禅天 啊 很欢喜很快乐 所以叫做离山喜乐地 那个离 就是离开欲界 生到世界的四禅天 啊 那么欢喜快乐 喜是内心 啊 乐是 啊 外 外生的表现 身心都快乐 所以叫做喜乐 二禅 叫做定生喜乐地 就是二禅的定功啊 比初禅更熟生了 所以叫做定 啊 有二禅的禅定成就了 才能生到 第二禅天 啊 那生就只生到二禅天 那么也是 一样的欢喜快乐 所以叫做定生喜乐地 这是二禅 三禅呢 叫做离喜序落地 啊 他这个三禅的快乐 比前面二禅更熟生了 因为他已经远离前面初二禅的那种喜乐的动向 欢喜快乐的那种动的现象啊 三禅没有了 所以这个禅啊 是已经远离初二禅的这个欢喜的动向 禅定功夫本来就没有动了 但是这只是因为他内心的快乐的心情啊 说动 到了第三禅呢 你那个欢喜的快乐的动向也没有了 所以叫做离喜啊 而这个地方快乐吗 那当然是最快乐的 这个快乐到几点呢 所以叫做妙乐 唯一妙的快乐 为什么叫做唯一妙的快乐呀 他没有动向 没有前面初二禅的动向 虽然欢喜快乐 没有初二禅的这个动的现象 所以叫做啊 离喜妙乐 上面两个字指他远离初二禅的这个喜的动向 妙乐指三禅的快乐情况 唯一妙的快乐 妙者不可思议 他那个快乐心情啊 不是用我们心思口意得出来的 没有办法表达 所以在这个三禅里面呢 四禅天 最快乐的就是三禅 最快乐的就是三禅 所以佛经里面凡是说到最快乐的 就说如三禅乐 如三禅乐 显示三禅的快乐最属生 因为他虽然是快乐 而没有初二禅的动向 而快乐的情况自己能够寥寥分明 那种的境界非常微妙 自己的快乐 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 这是三禅 四禅舍念亲近地 四禅 他的定功更熟身了 到了第四禅天了 没有伏习了 不用鼻子伏习 不用鼻子伏习 假如他在人间修四禅了 修成就第四禅 超过三禅 在人间在人生修到第四禅了 他可以不用鼻子伏习 那么他不用鼻子伏习 是不是跟死人一样呢 不会的 他这个全身的毛空啊 这个每一根毫毛的地方 都有个可以通空气的这个地方 他全身的毛空都可以伏习 用他的这个毛空伏习 不用鼻子 不用鼻子 那么因此他到了第四禅的禅定的功夫的人呢 他不必用这个鼻子伏习呀 那么因此他在这个人间 他这个身体要保留多久就可以保留多久 那是生死自如了 那么他如果不打算把这个身体丢掉的话 那么他一入丁啊 无论要多久都可以了 所以举说呀 贤壮山藏 唐朝啊 唐朝初年 到印度去学法的那个贤壮山藏法师 他经过冲林 要去西域 要到印度 到了这个最高的山上啊 常年下雪的地方 都是雪 百雪呢 经常都有下雪 那么看到那个满山遍野都是白白的雪 那么他看到有一堆啊 这个这个雪很啊 很像人打坐的那种情况 他觉得很奇怪 可能这里面有人被雪封掉了 他就啊 把她拨开 把那个雪慢慢把她拨开 真的 把她这个部分的雪拨开之后啊 发现里面有一个修缠的人在入定 这个蝎虽然是沿在 淋在他的外边 可是不会贴在他的身上 这个雪不会贴在身上 蝎子距离他的身呢 大概有五六寸 五六寸 好像是一个外科 好像这个椰子科的外科的情况一样 就是距离他的身体的外围啊 这样围起来 外面都是雪 雪满满的白雪 但是不会靠近他的身体 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还是热的 他们先拨开的时候啊 这个整个人都现出来了 在入定 入定 这个修缠定的人呢 很特殊的 无论你什么样的声音来动他呀 他都不会出定 就是在他的面前 开大炮 他也不会出定 用这个银银小青啊 在他的耳朵轻轻敲一敲 他就会出定 所以这个弦壮三丈 就拿着一把银银 在他的耳朵边敲一样 出定了 那么这个老蝎虽一出定之后啊 眼睛一睁开就先问说 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 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 他说哦 释迦牟尼佛出世以后 说法入灭 已经入灭一千几百年了 哈 入灭了 那我要见释迦牟尼佛 没见到 我才入定 我等到弥勒佛出世再来 哦 这个这个 弦壮上再去劝他 那不行不行 你不能这样子 假如你这样子 等一下一辈子就等不到 那你为什么这样等啊 他说他是在迦舍佛的 佛灭度之后才出家的 他没有见到迦舍佛 没有看到佛的印身在世间的那种 弘法的情况 他想要看佛 当时在世间弘法的情况啊 因为他修第四场成就了 他就是在这山上入定 他打算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 出家修行成佛之后 他才出定要去看释迦牟尼佛 结果你他一入定啊 没有人来替他开静啊 他就定下来了 就忘掉了 那么这一定你想想多少年啊 不晓得多少年啊 那么结果你 他又想要再入定的米勒佛 那这很危险啊 如果这个世界坏掉了 那么就完了嘛 所以这个弦壮上再去劝他 你不能这样等 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 那么欠他把这个身体丢掉啊 你转身在人间 我们的同样弘扬大神佛法 来注释佛的正法 将来才有机会啊 见到米勒佛的 那么跟他说了之后 他说那我要到哪里去啊 将来帮你弘法才有用啊 那么他 那你到大唐国 到中国的这个地方来 那么就要他来中国 在皇宫里面出家 将来做太子来出家 或者是王子出家 那么他哪里懂得这个皇宫长得什么样子啊 他说我不晓得怎么找啊 哪里是皇宫我怎么找啊 他说您到了中国呀 你找那个黄金琉璃瓦的宫殿 但是这个黄金琉璃瓦是有真的有假的 当时没有给他分清楚 结果他找错了 找到这个宰相家里去 不过那是假的 镀金的 不是真金 那么结果呀 他就是在维持家里呀 出师了 就是后来的窥击法师 那么后事不必再说 这也是要说他前一段了 他这个入定 因为他不用鼻子复息 用全身的毛空复息 那么他这个全身的血液随缓呢 新陈代谢一切正常 不会死掉 所以他这个身体 完全靠那个定力呀 在哪里支持住 所以不用鼻子复息呀 他这个生命就自己有保护了 假如你想要多住 是一段时间了 你就修第四禅吧 可是那不容易呀 从古以来成就的 恐怕也没有几位 那么像这种情况 就显示这个第四禅的快乐呀 舍念清静 这说明那个舍念清静啊 他没有前面三禅的 那个欢喜的念头啊 舍掉三禅的那个欢喜的念 前面三禅 还有这个微妙的快乐的那种的念 这里面有 当然第四禅 根本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了 没有这个明堂了 舍念 那么他的心地自己清静啊 只有一个清静的身心 只有一个清静的身心 没有什么快乐的这个好说 当然不会有苦啊 苦事当然没有 但是他也无所谓快乐 只在舍受的那种情况 所以叫做舍念清静地 那么到了第四禅 他就不用鼻子呼吸 那么按照这个 经论里面说 世界交到坏街啊 出禅 这个有火灾 火烧出禅 水静二禅 水灾可以泡到二禅天 三禅有风灾 就是因为他还有福袭 还有福袭 鼻子还有福袭 所以三禅还有风灾 世界交到坏街的时候 三禅有风灾 三禅以上 到了第四禅以上没有了 世界的大三灾啊 都没有他的份 所以到了第四禅 他的功夫 那最熟悉 那禅定功夫最熟悉了 所以他没有福 不用这个鼻子呼吸 没有这种的大三灾 所以这个四禅天以上 那最安稳的地方了 所以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 这是世界初二三四 这个四禅 五十禅的禅定功夫 更熟悉了 更熟悉了 连这个色神都没有了 所以叫做五十禅 没有出色 只有这个精神的作用的细色 还微细的色 没有出色 五蕴里面呢 五色就只有受想形式 受想形式 没有像我们这出向的身体的色蕴 没有出向的色蕴 但他不是完全没有生 假如完全没有他凭什么接受啊 这受想形式 寺院怎么样安排啊 他还是有的 所以他没有叶果色 而有定果色 修空定成就的那种定果色 他这种定果色呀 很微细 很微细 不像我们这个身体呀 很粗相 所以他只有定果色的细色 没有叶果色的粗色 所以这是叫做四空天 就是五色界 五色界四空天的空定 这个四个定啊 就是空无边处 空无边处地 实无边处地 无所有处地 非想非非想处地 这都是按照他这个五色界啊 四空定的浅深分别了 当然空无边处 刚刚的空定最浅的 到非非想处 空定最深的 非想非非想 那最深的 他的寿年最久 八万四千大街 五色界四空定 就分为四地 这个地呀 不要把它看作 这个我们脚踩的地 就是境界 看作境界 那么这个四空天 每一地的境界 空无边处 实无边处 它的境界如此 所以叫做地 这就是所谓三界九地 每一地呀 有九品四货 贪吃贪嗔嗔痴慢的九品四货 欲界 因为有称恨心 所以有贪嗔痴慢四种私货 那么看表上啊 第三个表 第三个表对一对就可以知道啊 欲界 它的私货呀 根本烦恼就是贪 称 吃 慢 这四种 合并起来为一地 五去地 一共有九品 这个九品如正文里面说 如欲界 开始正文 欲界 一地中 有九品贪嗔痴慢 言 九品者 所谓九品呢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这就作为九品了 上中下三品各分三品 上三品就是上上上中上下 中三品就是中上中中中下 下三品就是下上下中下下 每一地都有这九品四货 欲界呀 就有这个贪嗔痴慢的九品四货 他这个瓶怎么分呢 只是因为他的这个烦恼的粗细相而分 粗相细相去分别 没有办法一一把它细分出来 只是大概的说他有九品而已 这些名相 这些名相差不多都是后人研究细分的 佛经里面只是说一个大概而已 所以这个每一地里面有九品四货 欲界柔慈 上面四禅八地 一样的 那么世界四禅四地 无世界四空四地 每一地都有九品 所以接下去证文说 上八地 各有九品 除称十 上面八地就是四禅四地 跟这个无世界四空四地 就是八地 各有九品 每一地一样有九品 不过他们的根本烦恼啊 这里除称十 也是只是指着他的这个不体现行 称十把他除掉 这只是约这个藏教 也就是君社有宗的说法 如火论断祸呀 这里既然是要把这个祸的种子去掉 应当真实的这个种子也去掉了 可是这里也除称十 也许是顺序上面的见惑而来吧 如果是大圣佛法里面像为师 他就没有除称十的 因为他是连这个种子都要去掉的 那么不管他有没有除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不像前面的八十八十啊 如果有一个烦恼除掉 那就去掉一种情况不一样 这里分九品是不论他的这个烦恼的种类有多少 只是总和起来分为九品而已 所以这个上八地各有九品 那么九九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就成为八十一品的私货 我们平常常讲的所谓建货八十八十 私货八十一品 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这些名像啊 如果把它拢清楚了 三建论的建私货 大致就明白了 关于这个私货呀 他还有很多的义名 除掉叫做私货叫做修货之外 还有叫做戒戏私 三建论众生都被他残伏住了 戏 残伏 三建论的众生如果有这个私货 就被他绑得很紧 好像用笋子啊 绑得紧紧的戏扶的很紧 就没有办法超出 所以叫做戒戏私 私货还有一个义名啊 他叫做迷思思 迷思思 就是迷思啊 以四项上啊 生起迷惑的这种烦恼 啊 对四项上啊 就是五层境界生起迷惑的这种烦恼 比如说看到好的你会起贪心 看到你不喜欢的你会动撑恨心 也不也不喜欢也不证悟 那么取这个愚痴心 无所明了之心 那么贪嗔痴慢能这些烦恼 都是属于三建论的烦恼 四项上就是对五层境 五根对五层的这个五层境 这些四项 由迷惑而起的烦恼 所以叫做迷思思 对着这个建货呀 叫做迷离货 迷离建 这就叫做迷思思 迷思思货 思货又叫做正三毒 正三毒 贪嗔痴叫做三毒吗 贪嗔痴三毒 贪嗔痴就是众生心中最毒的烦恼 贪嗔痴三毒 世间有人这么一句话 他说如果打死一个毒蛇呀 胜过吃三年灾 共死几百毒草 贏过你吃三年灾 我平常不会听到这些话 现在好像很少听到了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不必吃素了 找蛇打好了 你要吃三十年之后 找十个毒蛇打死了 不就三十年了吗 那你可以尽量的吃肉 不是这个意思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打死外边的蛇 世间人不懂这个道理呀 他就误会以为是打外边的蛇 所以我从前在山上 那些做工的人 他不懂这个道理 我这个书家人说 这个蛇不能打 他说没关系呀 打一位毒蛇 就胜过你夹三 你等三 那么他就尽量打 他又不吃素 他就打了 打蛇当吃素 这真好笑的事情 他不知道这个蛇呀 就在心中 就在心中 贪嗔痴是镇三毒 哦 这个毒啊 比这个毒蛇还毒了 毒蛇被咬啊 只是当生这个身体死掉而已 我们众生有这个贪嗔痴的三毒 他咬你近未来戏 从无量接来就是被他咬住了 一直到现在 也是这个毒蛇跟在身边了 你们有没有带来啊 查查看 哦 心里面有没有这个贪嗔痴的毒蛇 这个贪嗔痴的毒蛇 就最毒的 比这个任何毒的都毒 所以叫做镇三毒 贪嗔痴三毒 哦 那么因此这个贪嗔痴的 私货里面的这个贪嗔痴 就叫做镇三毒 哦 那么一名还有很多 现在不必细讲了 哦 这就是私货 必定要把私货弹除啊 才能超出三件 啊 私货不除 没有办法超出三件 这个断剑嗣祸怎么断法 等到后边呢 讲这个三圣圣国的这个修行次第的时候 讲到这个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到那个地方再配合起来讲 这里不必提早 现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剑嗔痴祸的名乡啊 先说清楚 明白这个剑嗔痴祸的名乡就可以了 啊 那么 这个后边呢 有说明这个 修行的次第 啊 怎么样的修行断货 那么后边有说明 等到后文再说了啊 呃 到这里为止 就是把这个别式见诗啊 列史别式下面的第三届民宿啊 这个 见货说完 然后说私货 私货也说完了 私货不细分 如果你要细分的话 这个课本里面有课判 对对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大致相同的 有不必再分啊 文字要前后连贯了 像这类文字也不必分得太细了 假如是再把课判分得再细的话 有没有办法 呃 这个 呃 把它连贯起来 要是这个文字连贯了 这类科判可以重略的啊 那么自己研究的时候 也可以对照上面的科呀 对照起来说明 就可以明白了 那么到这里为止 别式见诗说完 极地下 第二极地下 第二段 别式见诗说完 啊 极地有三颗 第三 解归极地 第三 就是总结 啊 总结上文 归于极地的道理 到这里说完 那么下面最后有一行文字 上来 见诗不同 总总是藏教时有极地 这就是极地下第三颗 解归极地 解归极地啊 总结上文啊 上来就指上面所说的这个极地 建诗货 虽然有建货跟诗货的不同 总是藏教时有极地 总和起来啊 他就是属于藏教的教理之下 所说的极地之离 就是极地的祸 有极地之离 啊 呃 藏教的根心啊 都认为这些都是实在的 都是实有的 就叫做生灭四地啊 生灭四地的就只有 只为实有 认为实在有啊 所以叫做实有极地 关于这个建诗货的 其他还有好多这个艺名啊 例如说三节啊 五上奋节 五下奋节等等 这些名项啊 呃 现在不说了 说了他会搞乱啊 从略 这些艺名啊 不必细讲啊 我们只是看着这个正文讲啊 只看四教鱼的正文讲 呃 比较方便一点 假如你要看注节的话 那就麻烦了 看注节就麻烦了 关于这个四教鱼的注节 从宋朝以以后一直到近 现在 有好几家 最有名的 是四教鱼脊柱 天台四教鱼脊柱 分为实卷 呃 那么这个几注啊 是可以说最详细的 但是有好多名项啊 都没有详细的解释 所以到了清朝末 呃 那么有一部叫做 四教鱼注 会补 会补 辅逢计 那最详细的 啊 那文字最多 他里面所有把这个四教鱼的解释的 所有的名项 通通汇进去 啊 正面的反面的 或者是不同的见解都汇进去 一大啊 一大堆 啊 原来的木板古书啊 就是这么一大堆 看起来就头痛了 哦 所以这个天台中的佛学院呢 他们三年只是讲这一本书 三年 下三年功夫只是这么一本 啊 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啊 你看那个注决就是这么一大堆啊 啊 但是比一部发弦义还要多 啊 所以 在这个天台家 他入门呢 就是把这个天台的这个天台四教仪 把他先研究好 然后 你自己就可以自修了 假如这个入门书没有学好 那天台的教理你不懂 看起来就很困难了 所以他在天台中的入门呢 呃 学习学院里面都是先讲这一本 可是现在普通一般福学院 没有这么细讲 也只是说一个大概 这些名相看起来是很累人的 很辛苦 所以有些弘扬念佛法门的 大的门啊 他就说 不必那么麻烦了 那么辛苦了 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 啊 了生死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通通不必 这个话 是是而非 听起来是有道理 对啊 我们要了生死 呃 六字弘明就够了 好好地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不就行了吗 何必那么啰嗦 学那么多啊 这个 勇家大师说的 入海算杀 图字困 何必入海算杀呢 何必专顾物质呢 好像是不必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释迦牟尼佛 他说吧 四十九年啊 那也白说了 何必说了 那么四十九年呢 他在菩提说下成佛了 就 那么阿弥陀佛 好了 入命 就可以入念盘了 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嘛 何必辛辛苦苦说了四十九年 那么啰嗦 可是释迦牟尼佛 他 结果他还是说了四十九年 而且阿弥陀佛到最后才说呢 开头还没说呢 到了晚年才说 那么因此之故啊 就是 念佛的这个 镜头中的祖师 善导大师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 他也说 他说如果越解方面来说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如果越结奖啊 没有一个法门不该学的 因为菩萨的四红寺院里面 就是法门无量寺院学嘛 你可不能忘掉这一句话呀 四红寺院记得吗 邱家人天天都在念 如果是放蒙山啊 在蒙山里面有四红寺院啊 众生无边寺院度 反倒无尽寺院断 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那么如果 在解方面来说 法门无量寺院学 一切法门无不当学 只要是佛法都得学 不但是有修学佛法 就是外道的 教典也得学 为什么 做弘法的工具啊 做弘法的参考啊 自己自卑 百战百胜 你只知道自己 不知道别人 那你怎么能够对付别人呢 那你怎么能够跟人家辩驳呀 所以要知己自卑 不但是要学佛 把佛法通通学尽 而且也要学其他的宗教 乃至其他的学问 事说事件一切法 无不当学 都得学 所以在解方面来说 没有一样不该学的 那么修行当然有一门深入了 修行是该一门深入 并不是说你今天来听世药仪 那你一天到晚就是见诗祸 见诗祸 见诗祸 其他都不要了 也不是这样啊 我们这里是在研究教理啊 研究教理 那么在修行里 你念你的阿弥陀佛 照样念 老年人 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快快要到这个日露西山的境界了 假如你还是叫他 还是这样子研究教理的话 他时间不够 只好老实念佛 他如果不好好的念佛的话 这个要往生了怎么办呢 所以因为无论如何年纪大的人 七八十岁以上 他总是觉得这个 住在世间的时间是 总是不多了 不能不下功夫 这是应当的 可是如果年轻人也动这个脑筋 阿弥陀佛就够了 什么都不要了 把三藏十二步都把它收起来了 真是叫做藏经变成藏经了 藏起来了 不对的 年轻人不能这样 年轻人当然也要行 不能不修行 当然也要修行 但是也要抽出一部分时间研究教理 所以我 我一向不主张只是修一种法门就够 我不主张叫人不看经 我绝对不这样说 因为我是个书呆子 我如果一天不看书 我就难过 我就是生病 我爬在床上 那还要看书的 那么因此之故 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 别人我不知道 像我这种人 你叫我不看书 只念阿弥陀佛 我念不来 老实说 没有办法念好 为什么 如果不看书的话 单念一句阿弥陀佛 总是觉得不够的 假如你只是念佛 而不懂教理 那他的阿弥陀佛 两个故事超生 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因此之故啊 有人往往会偏移一边 总是说 念佛就好了 就念佛 其他通通不必 这样子 我们不敢说它不对了 但是不该这样说 年轻人还是要有节有行 节行并进 一方面研究教理 一方面修学佛法 有节有行 一节道行 领导力修行 这样子才对 不可以说是 我支持修行就够了 哎呦 我这些麻烦 麻烦透了 一看就头痛了 何必那么麻烦 吃饭更麻烦了 你们想想你那一碗饭怎么来的 从这个农夫种田 下种子一直到这个培养到它成就 割稻子收起来 还有把它这个壳子去掉 成为白米 还有下锅煮 还有再加上菜料 你才能够吃得下去 你也不能单吃买饭了 你想想 我们三餐吃饭多麻烦 多麻烦 你可以不吃吗 太麻烦了 不要吃 说得了吗 你既然是个人 不能不吃饭 那么我们既然是修学佛法 应当是法门 无量寺院学 并不是说 我在学什么法门 就把我的修持丢掉了 没有这个事情 学到哪里 那么就得到哪里的受用 那么帮助你修行 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个结是很重要 有结无形 只是不能了生死 可是他对这个佛法的了解 种下善根 将来对他的了生 是有帮助 假如有形无解的话 那就很危险了 一忙 引众忙 相牵入火坑 很危险 假如不懂教理 忙修瞎恋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你要专念一句 阿弥陀佛 你也得把这个 进度三进 把它研究明白 你也要懂得 阿弥陀佛 在哪里 假如你这些道理 都不懂的话 你的佛能念好吗 也不见到 必定要深信 且愿 才能达成 你要往生的目标 那么深信 且愿 必定是从这个 教理方面明白 才能体会得到 信念 信愿才会真切 假如你教理完全不懂 那只是嘴巴念念而已 心里再烦恼 或者是打妄想 不会去功用的 所以呀 我们修学佛法 必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到这 到这里为止 就几一地讲完 后面好多都是名家 所以不说这些话 恐怕有人 都说哎呦太麻烦了 你说这些 我还回家念佛好了 如果是老年人 他要念佛 我不敢阻止他 他还是老是念佛 年轻人 不可以不学 不学的话 那么这个 变成灭法之人 把这个佛法 不继续传下去 这样了就没有了 尤其这些 比较麻烦的理论 如果你不学 这样就没有人学了 所以要大家要发心 到这里为止 是几地讲完的 这个体外之话 下面灭地 比较简单 一点点而已 可以简单说明 就是第三 灭地 三 灭地则 灭前苦疾 显偏真理 因灭会真 灭灰真理 灭地只有这么几句话 四句容易明白 灭 什么叫做灭地呢 就是把前面的苦疾 就是把前面的苦疾 把它去掉 灭前苦疾 前是前面讲过的 苦地 疾地 苦是国 疾是因 把世间的因果的苦疾 显出这个偏真之理 偏以真理之一边的空理 那就是偏真 只空而已 不能显出这个妙游的道理 只是偏以真理一边的理 叫做偏真理 因灭会真 灭会真理 再说明这个灭地 灭的当体 不是涅槃 因为把这个苦疾 尤其这个烦恼种子 灭掉了 体会到真理之理 但是这个真理之理 不是指这个灭 因为灭 只是动词 只是动词 真理是名词 你把这个烦恼灭掉了 真理就显现出来了 例如 这个烦恼好像空中的云 云才 真理离好像月亮 灭就是去掉这个云 去掉这个云才 把这个月亮下面的这个 盖住月亮的那个云 把它去掉叫做灭 把云去掉了 去掉云的那个功用 不是灭 不是真理 真理是指那个月亮 所以 因灭 会真 因为你修行 把这个苦疾灭掉了 烦恼种子去掉了 体会到真理里 见到月亮 好像见到月亮 灭灭真理 能灭烦恼 能去云的那种的功夫 不是月亮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能够把这个 因灭 灭灭真理的道理 你就会明白 把这个月亮 比作真理理 把这个灭去掉云的那个功夫 叫做灭 就是灭力 那么使他这个云才去掉了 剧除了 云必烦恼 烦恼灭掉了 去掉了 真理之理就显现出来了 好像云去掉了 月亮就现出来了 去掉云的那个功夫 不是月亮 所以叫做灭灰真理 到这里为止 就是把灭地也说完了 下面是第四道地 道地就流离好样了 后边道地是月这个三十七道平 月三十七道平的道理就很多了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火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智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书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许任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海内外 共123年5月23日起 至116月23日起 不仅官北申请相关的证明 请赞加卫生单位用证明 留下有紧急医疗诉求的病患 我是金管会主委 阳天牧 很多民众有道部 防疫保险 也会反落 反应受到障碍 但经济保险法的规定 防疫险位革进 也就是假日那天开始 两年来都可以申请立背 不用官北申请革进 也就是假日证明 赞加卫生单位用证明 留下有医疗紧急诉求的病患 政府的严格要求保险业者照合力理背 较不符合理背条件的民众 一定提到理背金 疫苗注射制作 作为作风亦 五姓财神法门 五姓财神 英译赞巴拉 源于古印度的神奇巨皮罗 后由坦特罗佛教沿用 并由藏传佛教重新演绎 其法像是手持兔宝鼠或一袋黄金 当赞巴拉传到西藏后 各藏传佛教支派逐渐发展至 以不同修持所属的五种颜色形象 再配合五方佛的概念而成为五姓财神 一般人以五姓财神身上的颜色作为称号 观世音菩萨化现为白财神 意欲克服吃质 主掌智慧 是平息灾难 增添财富代表 阿促如来佛化现为黑财神 意欲克服称心 主管权威 是消除怨敌 降伏魔敌的象征 宝生如来佛化现为黄财神 意欲克服我脉 组掌财富 是积聚福德 增长智慧的代表 阿弥陀佛化现为红财神 意欲克服贪欲 主掌怀柔爱色 能圆满各种世间 与初世间之事业 不空成就如来佛化现为绿财神 意欲克服嫉妒 主管健康 是成就世事 增长财运的代表 五性财神 是西藏人所供奉的财神 专门掌管天护财富之神 除了掌管财富之外 也是藏命护法 一支庞大力量 还负责掌管 嫉妒众生所有功利事业 战巴拉并非一开始 就有五尊形象 而是一个具有财神属性的神奇 当藏传佛教逐渐弘扬起来以后 以不同修持需要 才发展出黄、白、黑、绿、红肤等 五尊不同形象的战巴拉 并配合五方佛的概念 而形成五性财神 虽有五尊神奇 但财神属性仍是相同的 绿财神行咒 绿财神行咒 绿财神是北方布空成就如来的画线 绿财神 一头二臂三目 头戴宝冠 以珠宝阴若为世 下身着丝绸 右手持如意果 左手着土宝鼠 他的佛母是浅蓝色身的裁员天母 与绿财神共作于莲花月轮上 功德 令一切活动成功 圆满 进化厄运障碍 成就一切冤枉 佛母 律夫 一面二臂 手持蓝乌婆罗花 象征智慧 佛父 佛母 拥抱代表 卑制结合的修行 因此修绿财神 除了聚财之外 也希望能达到卑制结合的修行 佛雪 佛음� obst兰 佛母 拥抱 坑羽 大家 ví 佛 来 5 智慧 淭 佛 敭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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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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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